昨天本土的病例數是新增加了 102,112人 那比起前一天來的少一些 那比起上一週 52,213人的話 那的確是有 穩定的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境外移入的 有92位 那死亡的死亡的案例 增加了85位 換句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中重症 227例 其中中症147例 中症80例 目前輕症無症狀比例還是99.58% 那這個是大部分的這個死亡的個案 都還是有慢性 病史跟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先跟大家報告 大概7月1號 我們例行性每個月 到底相關的一些防疫措施 要不要有所改變 那我們7月1號起 我們是暫時先不改變 本來事實上是有在討論 有一些相關的戴口罩的規定 是不是要稍微的 放鬆 那不過經過大家的一個討論之後 其實在 前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在 人流是大幅的往下降 幾乎都到達了我們那時候三期警戒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一兩個禮拜來 大家可能就感覺到整個的 氣氛 大概都趨向於比較輕鬆 那各個的一個相關的遊樂的點 也比較有一點在復甦的情況 那顧慮到這段時間 還有一些 每天還是有將近4萬人這種規矩 慢慢他應該是會往下來降 不過大家還是忍耐一下 就把這個口罩還是繼續把它戴好 所以在現在的一些相關的防疫措施 還是維持在原來的一個情形 先沒有做改變 那也請大家一起來配合 這大概是我們的 非常重要的這一里路